伊拉克警方表示,巴格达市中心发生一起爆炸事件,至少有13人丧生,这是伊拉克遭遇的最新一起暴力事件。 安全事务官员表示,事件星期五早晨,发生在巴格达一处摩托车销售市场,炸弹放在一辆摩托车上,爆炸另外造成40多人受伤。 星期五发生的这起事件,距离美军计划撤离伊拉克各大城市的时间只有四天,这是伊拉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致命爆炸案件中的最新一起。 星期三至少有76人死于巴格达的一起爆炸事件,那起事件发生在以什叶派人口为主的巴格达市萨德尔城的一处市场。 上个星期六,发生在基尔库克附近的一起卡车爆炸事件,造成将近70人死亡。 美国和伊拉克领导人都表示,在美军准备撤离伊拉克各大城市之际,暴力上升是预料之中的。